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今天是一个开高走低的行情 但跌26点也不多啦 只是比较可惜 创了新高之后没有办法冲出去 原因还是在量的部分 今天虽然量已经有来到一千亿了 一千亿还是太少啦 一千亿也是太久跌 你看中国大陆 大陆昨天两个市场的成交量 有四千两百亿的人民币 四千两百亿相当于 如果说以目前的汇兑大概 一比四点四算的话 大概是一兆八千亿台币 一兆八千亿台币 那真的看了会让人家流口水 台北股市这个量 大家要加油啦 不然以这种量来说 只能个股在轮动而已 大盘因为 也就是因为没有量 所以大盘进一步退半步 进一步退半步 慢慢推慢慢走 只能这个样子而已 也强迫不来 有量跑得快 没有量就只能慢慢走而已 昨天欧洲是小涨 欧洲昨天 央行的利率会议开完之后 果然宣布 维持基本利率不变 这个跟我们预期中是一样的 我们已经连刷过来讲了 果然宣布出来是一样的 目前欧洲 央行还是负利率的部分 目前还是维持负利率 昨天美国小涨 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半导体 半导体昨天大涨了1.79% 指数涨1.79%是很多的 你看台北股市如果涨2%的话 爱200几点 对不对 它1.79%其实是很多的 昨天费城半导体 再创历史新高 感觉上有那个要加速的味道 昨天半导体为什么涨那么多 主要是两支股票 两支五票 这支是AMD AMD我们台湾这边 艺名叫超微 超微跟Intel一样 都是做晶片的 做CPU晶片的 那昨天AMD涨了4% 另外一家涨更多 NVIDIA NVIDIA我们台湾这边 艺名是辉达 那昨天辉达股价 已经来到160美元了 涨了7.2% 又创历史新高 因为电脑里面看不到这两支股票 NVIDIA我相信大家比较不陌生 因为节目里面 我几乎天天在跟大家追踪这支股票 NVIDIA最近两年时间 从19美元飙到 昨天已经到160了 我张图卡是到148而已 那昨天已经到160美元 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 整整飙了7倍 从20美元飙到160美元 为什么会这么厉害 NVIDIA它是全球最大的 绘图晶片公司 同时这两年 在人工智慧的部分 AI晶片 它也是首屈一指 GPU的部分 包含Google它的一个 人工智慧运算 也是用它的晶片 所以NVIDIA 两年不到时间 飙了7倍 就光是最近这两个月 你看它在4月份的时候 4月份股价只有95块钱而已 四个分是95块 四个垂三 四个13号是95块 到昨天160块 两个月飙68% 不要说美国 光是在台湾 两个月飙68% 也是够呛的 更何况是美国 因为美国的公司 都是很大型的国际企业 不像台湾都用小股本 小股本好差 大企业本身它筹码比较多 你要大涨60几% 在两个月时间之内 那是很不容易的 那是很不容易的 9NVIDIA两个月 从95飙到160 去68% 那台湾这边的协力场 重点是两间嘛 台积电 所以台积电 兼215 又创新高 你把台积电的走势 跟NVIDIA走势 你会同步来看 你会发现 它们同步性是蛮高的 因为台积电专门在帮 NVIDIA做晶片的代工 所以两家公司是 鱼帮水水帮鱼 还有另外一家是谁 2449的晶圆电 NVIDIA晶片后段的封测 就是晶圆电在做的 可是你看晶圆电 连续16个月 连刷16个月 都只走一个小箱形 26到30块 4块钱 才4块钱 也能够走16个月 实在是很闷 NVIDIA在同时间之内 飙了7倍 台积电在同时间之内 也从140 你看台积电 台积电在同时间之内 从140来到215 唯独剩下2449的晶圆电 完全没叮当 所以这些股票 这些公司你一定要注意 你一定要注意 昨天晶圆电开股东会 在股东会上面 公司也预告 下半年的业绩 将会一路旺到年底 但公司不能把 商业东西讲得太白 那这个已经在呼应 我跟大家预告的 晶圆电 它的所有生产线 已经被Intel跟NVIDIA 全部包到年底 所以公司昨天讲 会一路旺到年底 其实它已经在 跟我们做相呼应了 那昨天在股东会上面 也承认了去年的财报 去年整年的营收 去年营收200亿 创历史新高 净利29.8亿 也是历史新高 这个其实在我们的电脑里面都有 去年营收200亿是历史新高 净利29.8亿也是历史新高 EPS 2.56是十年新高 你看去年的营运是写下 辉煌的历史 结果股价反而竟然都没有动 大利多大成长的一年 股价竟然完全没有涨 这个就是我所说的 利多压抑住的股票 利多压抑住的股票 所以基于高評理一定要注意 它接下来要配1.8的现金股利 配1.8的现金股利 以今天收盘价来算的话 职利率6% 6%真有狡猾 6%真有狡猾 你看你把钱存在银行里面 一年也不过才1%而已 存365天才1%而已 100万才才1万块而已 你买这间公司的股票 参加它的出权 你不用报那么久 6% 6年的定存 而且股价16个月没有涨 风险不大 值得注意 基于高評理值得注意 好 昨天我们VD大涨 带动美国股市 费成半导体 大涨1.79% 那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 几乎都涨 香港是小跌的 这里面比较值得注意的是 南韩今天又大涨 而且创历史新高 南韩今天又大涨 创历史新高 今天南韩又继续创历史新高 所以台北股市 目前全球要大多头 大家要争取一点 大家要争取一点 真的要加油 那有时候 你如果 一直提不起信心 不妨怎么样 不妨先从短线开始 短线两三天的行情 累积利润之后建立信心 再慢慢放大把时间性拉长 否则一直不敢做 看着全球在跑 我们量一直出不来 我一直都觉得好可惜 我一直都觉得好可惜 其实目前有很多股票 都还有很好的机会 股价它在底部的 基本面很强的 你看我们会员 对神盾 VIP会员神盾 今天又来200块啊 201啊 我们是5月25买的 会员是5月25一天没的 142块没的 之后我几乎天天讲神盾 天天讲神盾 我也跟大家讲过 神盾是指纹辨识系统 今年10倍数的成长 你看今年开始 不管手机平板 甚至于笔电 乃至于组合型电脑 有些比较等级高一点的 指纹辨识系统 都会变成标准配备 所以今年是10倍数的成长 10倍数的成长 可是它股价缺是怎么样 从300跌到164 股价腰斩之后 我们VIP会员172才买的 礼拜二 礼拜三 礼拜四 都还有190块 我跟大家讲过 这种股票只怕比阿回 压回都是买 我不知道你有买吗 连刷三天百口 还给你买 后有买 定你201 也不错啊 10块钱也很好啊 对不对 我们172买的30块 30块也没什么 这种高价股30块也没什么 我要告诉你也是 它的价格虽然高 可是位置却是在低档区 腰斩过后的股票 加上今年10倍数的成长 你看今年光是在营收部分 是大跳跃 获利的部分 去年一年才赚1块6 今年第一季就已经赚了2块6 这个全年很有可能会达到12块钱 所以说指纹变丝系统 它是10倍数成长的行情 加上股价在底部区 这个高价你要注意啦 但你嫌它太贵也无所谓 做高价不要勉强自己 相同的方法 找业绩好的股价在底部的 用什么切我相信又有啦 我相信还有啦 你看另外一档4552的利达 今天利达到112了 利达今天到112了 利达这家公司也是很优的公司 你看它的获利 连续三年 9块1 10块3 10块半 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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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三年获利都创历史新高 而且都在10块钱以上 结果股价呢 从140跌到95 百市落到95块 是不是又是一档 获利创新高 股价在历史底部的股票 我是专门在挑这种股票 我是专门在竞争股票 我的人很坚持 很挑 其实股票投资就是这样子啊 你不要强迫自己去做一些高风险的投资啊 像我的原则 业绩烂的我就不要 投机的我也不要 因为业绩烂跟投机的 最容易怎么样 最容易变成地雷股 变成地雷股之后 只要一引爆 血本无归啊 你一辈子只要碰到个一次 你就翻不了身了 所以你一定要杜绝 让这种情况的发生 在你身上 那最好的方法就是 业绩烂的 投机的都不要碰它 都不要理它 长高的也不要看 这是我的基本原则 上市会1600家 你有很充裕的机会 你有很充裕的时间 去找一档又一档底部的机油股 对不对 像神盾 像利达这种 连续三年获利创立 史性高 股价在底部 你看我们最近 我们最近 在100块钱买的 VIP文在100块钱买的 包含礼拜一的时候 礼拜一强棒初级 也是推荐利达 礼拜一强棒初级 也是推荐利达 今天已经到 112了 今天已经到112了 礼拜一推荐的时候 在105 105到112 7块钱也不错啊 对不对 也不错啊 那利达外资连买五天 昨天买了 张是买的500几张 五天下来总共买了1700多张 1700多张感觉上好像不多 昨天买544张 五天买1719张 感觉上才买1700张 感觉好像没多 可是你不要忽略了 利达大股东持股高达87.7% 以他10亿的股本 以他10亿的股本 大股东持股87.7% 市场上流通的股票 加起来只有1万2千张而已 才12000张而已 12000张 外资五天就买了1700张 相当于外资五天 把市场的筹码 吃掉了15% 那够呛啦 所以这样条件的股票 这很好刺激的哦 人家要刺这个股票 很好刺激的 因为市场筹码有限 加上业绩相当好 尤其又在底部 我在金融金这种股票 我都挑这种股票 安全OK 安全第一 行情跑起来 那不在话下 那不在话下 我相信你们 常常看我节目的 你们都知道 我们今天盘中推荐的 6116彩晶 财经是今天 最热门的一支股票 今天强盘初级 我们是推荐财经6116 今天成交量12万张 所有上市会公司里面 成交量盘盘第一名 最热门的个股 当然早盘一度涨了4% 4.5%之后 慢慢又压了回来 收盘的时候涨了1.8% 那因为 政府鼓励做当冲之后 很多量大的股票 冲上去当天就被冲下来 很可惜啊 可是我觉得这种股票 你要注意 财经昨天开股东会 在股东会上面 公司也预告 下半年开始 下半年开始 进入旺季之后 业绩会更强更旺 以财经今年的业绩 5月份营收 月成长10% 年成长14% 上半年年增快50% 我比较在意的是 我比较看重的是这个 毛利率高达42% 很好赚的东西 更重要是它的负债只有16% 你像这种高耗资的行业 不管是面板或者低润 或者是组装 这种高耗资的公司 工厂随便开一家 就要百亿 就要几百亿 负债平均应该都是要50% 60% 甚至于更高的 它的负债竟然只有16%而已 可见公司的营运财务状况 是相当相当强的 更重要的是 每股净值也高达12块钱 每股净值12块 股价竟然只有8块钱而已 每股净值比0.66% 至于股票也今天很久 也整理很久了 123456% 整理了六个月了 整理了六个月了 今天开始带量 如果第一只脚 第二只脚 第三只脚 这样上来之后 接下来9块钱如果上去之后 站在高耗起来 这个才是真的底部 才刚完成的个股 高耗起来后一步 这就看12块钱 这就看12块钱的净值 今天跟大家推荐这只股票 其实支股票要长要短 都值得都可以 我觉得做破断也不错啦 因为股价很低 只有8块钱而已 净值有高达12块 尤其开始下半年进入旺季 负债比又那么低 负债比又那么低 负债状况那么好 好友达群创这两只股票 今天押回 押回是好机会喔 半年现在12.13 今天收在12.15 3481的群创 月线在13.6 收在13.8 这个买点都快到了喔 想要减便宜货的 这两天有达群创拉回来 这个点特别注意 我觉得这两只股票 只要你敢投资 给它时间 你会赚大钱的 今年每股获利 至少3块半起跳 我估至少是4块半啦 因为原本公司法人预估是3块半 可是以目前来看的话 光是上半年 友达至少可以赚到2块 群创上半年至少可以赚到4块 赚到2块半 所以全年下来 友达应该4块即4块半 群创甚至于有挑战5块钱的实力 那个每股净值都相当高啊 友达每股净值19块半 3481的群创 每股净值高达23.6 股价才13块而已 还13块而已 这种是最标准的 获利10年新高 股价在历史底部 这个股票 基手底的这个地方 这种股票其实最安全 而且最容易有机会 让你大赚的个股 我的原则就是这样子 业绩烂的不要 投机的不要 涨高的不要 我只买底部的机油股 你认同林德县这样的原则 认同我这样做法的人 股票是粮食咕咕胖胖胖胖的 稳最重要 认同我这样的方式的 我们一起来赚钱 好 我们到底来探紧 我们这个月有513的活动 什么叫513 全面5折 不管你参加什么会员 全面五折 一就是再加一块钱 后面再送你三个月 后面一块银三个银 这是林何彦 个人贴补你的 重点是要鼓励你 看到这种料 大家不敢买 觉得好可惜 所以公司是全面五折 我个人再加一块 再加三个月的服务 这是这个月 我们的一个最大的活动 提供给你 先跟大家分享这里 祝您操作顺利 本公司以望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